快看,这头小熊狮上一秒还在四处游荡 下一秒就盯上了一头母狮 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对方亲近亲近 奈何母狮对于小熊狮的靠近十分抗拒 甚至还发出了威胁的吼声 但小熊狮依旧不为所动 我行我素地做着自己的动作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的这个行为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这头小熊狮刚刚成年 按理来说 这个年纪的熊狮早就该离开种群 独自外出闯荡一番事业 不过他似乎并不着急啊 仗着自己的父亲是狮群中的狮王 每天想接六子一样四处晃荡 其实狮王早就想让自己的便宜儿子离开种群了 奈何对方的脸皮太厚 一直赖着不肯离开 念在对方是自己亲儿子的份上 狮王决定等他自己离开 然而小熊狮却根本不为所动 能多赖一天就赖一天 而他现在又进入了第一次发情期 身体上的异样让他对异性充满了渴望 这天一早 狮王就不得不外出巡视领地 小熊狮看着自己父亲离去的背影 心里渐渐升起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身体上的燥热让他很快就开始了行动 他不停地四处游荡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终于在不远处 小熊狮看到了一个妖娆的背影 一头母狮正趴在地上睡觉 这可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捏手捏脚地绕到了母狮背后 抬腿就准备做一些不礼貌的事情 小熊狮成年后还赖在狮王身边 甚至打起了自己亲姐姐的主意 真是不讲武德 不过狮王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情 暴怒之下决定给小熊狮一点教训 看来这次小熊狮真的要吃饼了 正在睡觉的母狮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挣扎着站起身 没想到对自己动手动脚的熊狮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如此巨大的冲击让他瞬间无法接受 此时的他更是十分抗拒弟弟的靠近 连连后退来表示自己的拒绝 其实小熊狮并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只不过之前都没有这么出口 仅仅是和母狮们比较亲近罢了 而他又是母狮们看着长大的 必然关系比较好一些 而狮王也没有发现异常 所以他才会越来越猖狂 虽然小熊狮也发现了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姐姐 不过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依旧想和姐姐进一步亲密接触 根本不管母狮如何抗拒 好在狮王及时赶回了领地 看到如此荒唐的一幕 不由地发出了一声怒吼 谁能想到自己的亲儿子会对自己的亲女儿下次黑手 实在是无法原谅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那么今天必然需要有一个结果 狮王先是安抚了自己受惊的女儿 接下来就需要给儿子一点教训 免得他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再做出这些出格的事情 小熊狮胆大包天 竟然仗着自己的父亲是狮王 对母狮们动手动脚 就连自己的亲姐都不放过 实在是太过分了 狮王得知后暴怒 差点气出脑溢血 看来今天小熊狮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狮王安抚好自己的女儿 转头就发出了一声怒吼 试图让小熊狮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本以为看到父亲动怒之后 小熊狮能够主动认错 奈何他根本分不清大小王 还以为自己成年之后 就拥有了和父亲一决高下的实力 因此面对十分愤怒的狮王 小熊狮不仅没有服软 反而选择正面硬刚 甚至还对自己的父亲动起了手 要是小熊狮今天打败了狮王 那他可就是新任狮王啊 别说自己的亲姐 以后整个狮群都会属于他 不得不说小熊狮的野心还真够大了 不过狮王好歹身经百战 怎么可能会败给一只刚刚成年的小熊狮 看到自己的儿子竟然敢动什么 狮王决定不再给他留恋子 直接碾压性地暴揍了一顿 此时的小熊狮才认识到 自己的实力和母亲差的不是一心半斗 不过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此时小熊狮的身体上疼痛难 不禁挤住断裂 甚至连生殖器都被扯掉了 这下好了 小熊狮彻底失去了交配的权力 并且还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根本没有动弹的力气 此时的他一定非常后悔 如果早知道会落得这样的处境 他一开始无论如何都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